所以沒有腦脫 接近沒有 接近空窗期 我真的在休息 體驗一下沒事做的自己 然後好好修復一下身體這樣子 我覺得很有趣的發現是 可能因為以前都習慣得很忙 一個接一個的工作 然後突然間你沒有目標的時候 剛開始會有一點點 身體會不習慣 就會有一點慌的感覺 後面就開始習慣他 就覺得這樣子 簡單的人生也蠻好的 對 所以就也沒有太催促 自己馬上得完成什麼東西 對 所以在家都做什麼事情 躺在地板上 覺得躺在地板上 他有還蠻幸福的 對 以前你那生日有喝的 小喝一些那種餐煎酒 如果我今天是十幾歲的孩子 看到四十歲的誰 我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得高望重的人 四十歲就得高望 我覺得 當你如果你想像你自己是十幾歲的話 你就 你也不知道四十歲會是什麼樣子的人生 但你會覺得他好遠好遠 但是對我來說他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所以我沒感覺 更坦然跟更放鬆吧 然後 放掉很多的目標追求 跟三十歲的時候 剛才三十歲還是覺得要完成什麼東西 那現在就沒有這樣子 這麼強烈的覺得非要的可能 我覺得好像自己比較沒有那麼執著的時候 很多事情就還蠻快速 可能比以前更快速的決定 或是心動 對 就是本來飯局是明天就把朋友說 他以為是今天我就放下 身邊手一切衝出門 連妝都沒壞就衝出門 這樣 要演唱會 就目前制服的 要稍微一點進去 我當然希望趕快把這些 本來是五月份嘛 然後 可以 因為我 我幾乎也 全都忘記了 所以 我希望在確定時間之前 我可以再慢慢把它找回來 我也很 很想念那種在舞台上的感覺 十一月有機會 我們中秋的時候 跟嫦娥去一下月 應該是可以吧 金曲啊 有受到邀約 然後我先看我沒有漂亮的衣服 我其實蠻想去的 我覺得今年是一個很 很 很 成就很 但卻很深刻的一年 也 知道說 欸什麼 有時候 緊抓某些東西好像 真的也沒有用 所以 只能 好好的 在當下吧 謝謝你